谁才是假面骑士史上难以攀登的高峰 那么答案唯独只有一个 那就是假面骑士空我 所谓平成系列最精彩的一部 空我全然之上在线 加入了以往作品中容易被忽略的要素 比如怪人的来源 语言 等级体系 警方和媒体如何对待变身的骑士 而当中最令我记忆犹新的是 五代熊剑为了就一条薰 挡在他面前说的这段台词 我已经不想再看到任何人 因为这家伙流泪了 我想看到大家由衷绽放的笑容 那些觉得特赦片很幼稚的人 都应该好好看看这部假面骑士空我 它是平成骑士的开山之作 同时也是我所认为的巅峰之作 银森恐怖的镜头 警示厅的通力合作 怪人的特殊语言 以及整个古朗季进行游戏的缜密文化 和完整世界观 都是后面假面骑士无法逾越的 特别是用心的皮套和炫酷的特效 真让人看得欲罢不能 当你看完空我 你会疑惑 这真的是子贡相的作品吗 小孩子怎么可能看懂这么伟大的特赦片 整部剧基调是严肃黑暗的 却在绝望的氛围中给人以希望 让我感到悸动的是 五代在最终大决战前说的这句话 贯穿了整部剧的台词 这句台词建制了空我的一步步成长 有始有终 空我的最终决战也是绝无今有的 在其他假面其日 决战是眼花缭乱 炫酷的特效 热血台词的时候 空我则是什么都没有 甚至刚变最终形态没多久 就改成了变身者之间的近战肉搏 敢问哪个特赦剧敢这么玩 深圳全程打斗 无背景音乐 只有两方痛哭与狂笑的挥舞着拳头 以及箭在白色雪地上的鲜血 和黄蜂夹杂着暴雪吹过的声音 黑色天使在哭泣 白色恶魔在微笑 本应该胜利的一方哭了 而败北的一方却在笑 我这辈子都忘不了这一战 在假面其日中 除了空我贯彻始终的 请你看好我的变身 还有其他令人沉思 及游戏的经典台词吗 那我可要告诉你 真的有很多 在空我之后 播出了假面其日亚基陀 作为旧平成的第二部作品 延续了空我的世界观 其实东大妈本想着 让亚基陀蹭一下空我的热度 热度就是提高收视率的必胜法宝 屡试不爽 蹭蹭更健康 但谁能想到 亚基陀的收视率比空我还要高 空我收视率9.7% 亚基陀收视率11.7% 在日本 亚基陀的收视率是平成 假面其日中最高的 能够让观众铭记于心的台词并不多 但台词流传度绝对是最广的 其中最广为流传的就是这句 经上详一回应 何才所说的话 为了我 为了亚基陀 也为了人类 之所以能成为经典台词 我们需要结合剧情进行解析 第50话中 因惧怕亚基陀的力量 警方决定借未知生命体的力量 打倒亚基陀 让作为人类未来的亚基陀 彻底消失 站在祥宜一方的冰川城和小泽城子 也被高层强制调离岗位 釜底抽薪 告老还乡 彻底失去了对G3小队的掌控权 就是在这种人类惧怕亚基陀的氛围之下 说出了这段话 亚基陀这部剧 探讨着人性 人类心的挣扎与痛苦 命运和人性的枷锁 就像在剧情最后 黑神认为 人类终究会消灭亚基陀 真正的祥宜反驳 明明是黑神创造了人类 却又对人类一无所知 人类会接受亚基陀的 这就是亚基陀独有的命运感 也是这部剧的魅力所在 说完就平成一哥空我 二哥亚基陀 三弟龙琴的令人 记忆犹新小路乱撞的台词 同样不少 作为第一部被大陆引进的假面骑士 假面骑士龙琴 可以说是不少人的童年回忆 以镜子世界大战为主题 龙琴上演了13位假面骑士 共斗的辉红篇章当中的经典台词 随便拿出来一句 都是人生哲理级别 放在文章里 绝对是高分作文 英雄并不是想成为英雄 而去成为英雄 英雄是一种品质 而不是一个称号 于是就有了 铁兵对偷袭虎说的 所谓的英雄 在想要成为英雄的瞬间 就已经失去资格了 如何判断一个人的好坏 决断什么才是正义 不同的社会 或阶层的人们 对正义有着不同的解释 在和平年代 我们认为 大多数的观点认为 公平即是正义 简单来说 是同样的人 同样对待 但如果实在混乱的年代 我们如何去定义 谁是正义 所以战争中 没有绝对的正义 就像龙琴最终化的 结束语一样 在这场战斗中 没有所谓的正义 只有单纯的愿望而已 不过多多最喜欢的台词 还是龙琴生存形态 初次登场时说的话 动感BGM 配上龙琴说的话 整个人都燃起来了 我绝对不能死 如果夺走了一个生命的话 你也就无法回头了 那么以上就是 本期视频所有内容 关注多多 带你了解更多 假面骑士中 令人动容的经典台词